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绿茶太平侯葵是创于1900年 它的主要产区是在黄山东北路 中国安徽省太平县新营乡的侯坑里的 属于这里山高林匿 雨量充沛 奇妙的自然环境为茶树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 太平侯葵属世大茶种 是绿茶种类中的监茶 由于它在监察中铁梁最大 原产于太平县的侯坑 故而得名太平侯葵 这湾清澈的河水 静静地从村旁流过 河边的这个小村有个好听的名字 卢西坑 它与侯坑同属新名乡 河西坑自然村有三十几户人家 世代生活在这里的村民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人们似乎早已习惯了这种田园般的生活 河西在茶余饭腹 清晨一个黄泥店 那更是热哉悠哉 村民的主要收入就是种植加工茶叶 太平侯葵作为大叶的茶种 具有节间短叶片大 叶色深密的特征 春茶的采摘 一般是在古雨前后开始 而且采摘时有八不采 极对叶片小的不采 超大的不采 偏瘦的不采等等 等到丫头 长到一芽三叶初展时 开始采摘 以后每隔三四天采摘一次 一直采到立夏 采回的仙艺 经过剪尖 将一芽带二叶的尖头 作为加工后盔的原料 精心筛减出的芽头 要经过杀青和烘焙等工序 太平侯盔的芽叶硕大 加工当中不需要容忍 这样可以有效地保留茶中的成分 由于整个制茶的过程 一直采用手工操作 所以产量不大 史料记载 一百年前的清朝末年 太平侯盔的年产量 不足五百公斤 旧时的太平县 一概名为黄山市的黄山区 每逢闲暇 老友相聚 饮上一口清香的侯盔 回味着太平县的往事 而太平侯盔却依旧散发出 晚日头泡香膏 二泡味濃 三泡四泡 浸人心脾的甘醇韵味 也正是由于它那舒窄的造型 碧绿的汤色和高香的韵味 太平侯盔茶 早在公元一九一五年的 巴南马太平南国际博览会上 就曾获得了金牌